是啊 去哪 回家 回家 跟著呢 上班 上班 你養我 我養你 你養點你自己先 傻子 港片喜劇之王中 柳飄飄跟影天愁 兩人明明相愛 卻必須向現實妥協 女主角轉身離開這一幕 讓許多影迷心碎 堪稱經典 扮演劇中主角的女星張博之 十八年後經典重現 走了 回家 不走行不行 回家上班 不上班好不好 不上班你養我 我養你啊 重新演繹 讓演對熟悉的李晨 人感動的熱淚盈眶 當年十八歲的張博之 第一次登上大螢幕 就跟仙爺合作 精準詮釋 無女討生活的心酸血淚 張博之還因為這部電影 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新人的提名 從此一炮而紅 你養好你自己先 傻子 這回在綜藝節目中 重現經典橋段 不只經驗在座的同場藝人 也讓影迷驚呼 36歲的張博之 跟他十八歲時一樣 動靈美顏 完全沒有改變 記者綜合報導